1988年打造这个品牌 希望说让全家都幸福 全家福这个品牌 鲍鱼品牌呢 相信在新加坡的朋友们 都非常熟悉 尤其到信念时候 送礼给人的时候呢 绝对忘不了全家福品牌 所以张荣发先生 我们的创办人 我一直在想 自己留起来吃 没有啊 送礼 最后我们谈到这送礼 要送最好的 也可以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是吗 没问题的 但我提到的是创办人 张荣发先生 还有呢 在去年刚刚接手 经营权的全家福的总裁 薛建兴先生 所以安德鲁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理念 在打造这个品牌 其实大家想知道是 这走过了30年 未来全家福这条路 应该怎么样走下去的呢 你打算怎么打造这个品牌的呢 全家福现在已经 已经稳定了 他们自己的目的 而且我觉得 全家福是做一个品牌的公司 要做一个 国际品牌 国际品牌 所以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品牌 所以新加坡有一个全家福的品牌 才打去国际市场 先立足本土了 现在可以放野海外 对 所以我们 我跟 有很多时候就说 他做白天 我做网上 白天是量刷的样子吗 刷网 而且刚才提到一个比较 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对 尤其我们想到新年送礼 然后觉得说是我们长辈做的事情 年轻人都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要改变这样一个文化的呢 要改变这种情况 因为因为现在的年轻的他们那个 Brand Culture 跟那个Brand Architecture 全家福斯不一样 他们是用手机 他们是用上网 而且他们已经 你看以前 小人的时候很多报纸在家里 对不对 对 现在家里很少报纸的 嗯 没有旧报纸用啊 哈哈哈哈 比较少了 每个都是上网 看他们的年纪 对对 所以呢 在现在40多岁以上的 跟40多岁以下的 他们有一个品牌的文化不一样 嗯 我们现在就第二步 就是把这个文化把它拉拼一起 嗯 才去做 就是我们以后呢 做到新加坡 每个人都可以爱的一个品牌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 Brand Unitive for Singapore 嗯 有了这个基础呢 我们就可以去 嗯 拿去过去市场 可是你要怎么样 把这种完全不同的消费文化 消费群体的习惯呢 就是融合在一起 让他们一网打尽呢 嗯 这个是要unitive the different stage in terms of the whole adoption 要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 嗯 而且一个品 做一个品牌的 Misterio 已经用了做 花了30多年来做 嗯 这个是一个很稳定的基础 嗯 而且我们是从这个基础 来去 去再跳去网上 嗯 因为你去上网的时候 你需要上一个东西 一个是一个 很好的品牌 嗯 一个是很好 一个在一个base 另外一个是 里面有质量 每个人都要回来看的 嗯 那你要这几个基础的话 你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 所以要一个时间去 是什么 就是现在在做这个准备工作 哦 现在还在准备当中 是是是 所以以后可以在上网找得到全家福 有败买品牌 一定可以 很多现在都在网上网购嘛 对不对 不过今年呢 你可以在香港 接着找到全家福咯 啊 去香港 去香港 来 好凶嘛 但是 對 前幾年香港出現假的全家福對不對 這是在2001年 在1997年我就把這個品牌 帶去香港 帶去香港市場 然後在2001年我去香港郵文的時候 看到滿街的全家福鮑魚 看了莫名其妙 就拿來看 原來是香港的商家 仿冒 之後呢 我就跟這個商家買 我就跟他講 這個品牌不錯 我要買去中國 我跟他買幾箱 這個我跟他買了兩箱 開單之後 我有一個證據 所以回到新加坡 我通過新加坡律師 起訴他們 採取法律行動 警告他們 登報紙向我道歉 所以他們以後不要做了 就是留一條生路給人家 是是是 沒有供他們 可是 就是打造這品牌 接近30年的時候 現在就是 就是希望說 可能Andrew 能繼續的打搶這品牌 會有點捨不得的嗎 還是覺得說 其實找到一個 哇你這麼期待的一個接班人 剛開始會很掙扎 到後期感覺Andrew 這麼誠意 感覺很有信心 我感覺很滿足 也很放心 也很放心 好像 我跟他父親說 全家不知好 我女兒 我不在乎這個親家 求一夫 我在這個親家的家庭教育 好不好 他家庭很大耶 做了女婿 做了女婿 大家家庭教育也好 會照顧保護 這個女兒照顧得好好 我這個老爸也不用擔心 這個老丈人也不用擔心 對對對 比如說你嫁給一個敗家子 就完蛋 因為我現在切的不足錢 我要的是一個 辛苦這幾十年的品牌 坦白說 這幾十年 酸甜苦辣 是一大堆 是 面對市場競爭 面對同樣的思亞 種種種種 這些是 不方便在這邊談 對 實底下 我們可以 喝幾杯咖啡 這個老媽媽是另類 但是我跟Andro說 我們目前在做 不是跟任何人競爭 我們是把這個全家品牌做得最好 把這個幸福帶到每個家庭 同時也最重要目標 這個品牌呢 能夠代表新加坡品牌 跟著新加坡政府學習 這個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這個國家也是一個品牌嘛 很多人不了解 新加坡是這個品牌 其實新加坡就是一個品牌的 對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 重點是希望說 凡是吃全家福報名的人 都是開開心心的 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很開心 能夠請到全家福的創辦人 張文芳先生還有聽到了 Andro他們的總裁呢 他到未來這個發展方向 我們期待全家福 繼續帶給大家更多幸福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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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